热爱台湾这片土地,比利时神父丁立伟26岁 就到了新竹县坚实乡的部落 帮助贫困家庭和弱势的学生就学 30多年来是不求回报 移民署就颁发梅花卡 还有外桥永久居留证给他 要协助他来申请身份证 当个驾杠的台湾人 颁发特殊贡献梅花卡 肯定比利时神父丁立伟 30多年来对原乡部落无私奉献 内政部移民署行动服务列车 今天开到金石箱 新竹县有丁神父 后续已经有四位生日人员 取得梅花卡 然后取得我狗狗籍 就是要协助对台湾有特殊贡献的外国人 神父一直在我们偏向服务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无私的风险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由梅花卡 让他们能够获得这个荣耀 离乡背景来到台湾 32年前26岁的丁立伟到坚实服务 关怀山区家庭 长期帮助贫困学子 协助弱势就学募款 也在寒暑假办营队 鼓励部落青年充实自我 更积极与内斯高工协调提供免费住宿 让原乡学子接受高等教育持续升学 今天移民署与护镇来到路德圣母堂 发给丁神父外桥永久居留证梅花卡 好友高丽良神父也到场观礼 同样对台湾有特殊贡献 去年9月秀鸾村高神父也拿到梅花卡 今天都要申请身份证 成为驾驹的台湾人 我觉得台湾的无论是原住民 非原住民的人 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口 对外国人没有什么成见 我更能感觉到我是属于台湾这个大家庭 更有机会参与台湾的生活 因为以后也可以投票 我们要把人变更好的 不是经济方面 我们不是推动经济方面 我们是把人的心灵的关系的 彼此相爱的 互相服务的 跟那些贫穷的人的 需要的人 当然我们是有限的 可是一个人不能做很多东西了 是大家一起 需要大家 需要鼓励大家 一起努力 把这个国家 因为一个国家 然后整个世界会变更好的 但梅花卡取得定居证 护证专员也到场提供身份证 申请服务 预计三个月就能拿到证件 在热爱的台湾土地生活 要继续用爱关怀原乡孩子